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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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飞往美里的航班也减少到11趟 即马航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两趟 央行每个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和星期六四趟 而沙巴飞往美里两趟即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 若佛每个星期二一趟 飞翼航空从纳米飞往美里两趟即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 在计划整体的航班时间表时 该部将会为每个航空公司安排不同的飞行时间 以协助相关的航空公司提供更理想的载客量 李景胜提醒 所有的航空公司只能够售卖沙灘管理委员会 批准航班时间表的航班机票 这对于为沙拉越人民提供可靠飞行服务非常重要 另外 民众也受促根据该委员会最新批准的航班时间表 进行预定或者是购买机票 李景胜也提醒 航空公司不准在最后一分钟 取消沙灘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任何航班 以避免对民众造成不必要的问题 有关沙拉越中央医院招募健康志愿者 参与冠病疫苗适用计划的事项 沙拉越卫生局局长前仁星对此表示 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护学研究所选中 在医学领域跟他们合作的国家之一 为该临床试验分配了3000名的受试者 前仁星今天在一项文告中透露 国内有9间医疗中心被卫生部选中 参与这项具有国际性多中心临床试验 而沙中央医院是其中之一 临床试验在开发新的治疗药物 包括冠病疫苗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过程 在这项实验中 受试者有50%的几率被注射疫苗 而另外50%的几率是被注射安慰剂 这项研究方案已获得 卫生部医疗研究及伦理委员会批准 并将按照世界级的标准进行 被选中的受试者将被联系 前往沙中央医院 以讨论该临床实验的细节 经过详细讨论之后 个人同意参与 受试者才可以正式加入该临床实验 接着带大家来关注社会新闻 沙拉越的走私活动依然猖狂 沙拉越普通行动组昨天成功 侦破了一宗价值约300万令吉的 烟酒走私案 沙拉越警察普通部队指挥官的 高级助理总监曼查表示 以上的走私案是有关单位 在静连路和美名路段执行任务时 倒破了不法分子的犯罪勾当 高级助理总监透露 他们是在静连路13里的一间 汽车维修工厂 破获了5000条包装的丝烟 以及87箱涵盖610罐的走私啤酒 有关行动组于是扣押了三辆罗里 并逮捕了三名本地籍男子归案 以协助调查 而所有被冲供的走私物品 和有关5名男子 随后被带往八大旺区警察总部拘留 以做进一步的审查 美里方面 沙普通行动组昨天下午5点45分 突击一间住家 成功破获一批市值 包含税收超过170万令吉的走私香烟 据了解 有关住家距离普通行动组 所在的地方只有一公里 换言之 不法分子竟然在警方的眼皮底下 进行走私活动 最终被警方倒破 警方在屋内收查之后发现 有关民宅没有住人 只是冲坐不法分子的仓库 警方总共破获207万3600根走私香烟 有关香烟包含税收在内的话 总值170万令吉 警方是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 135括号1括号D条文调查此案 目前有关香烟暂时扣留在 美里普通行动组第十二营 该营将会把此案交由美里警察总部 做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看到近日前勇闯水路 亲自驾驶四轮驱动车前往灾区 探访灾民之后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今天再次乘到 皇家空军的直升机 巡视彭亨州的水灾灾情 国家网工今天发文告表示 苏丹阿多拉陛下是在今天早上九点 在彭亨州大臣拿多斯里旺罗斯迪的陪同下 在关当皇家空军基地乘坐 EC725直升机巡视灾情 苏丹阿多拉陛下随后找路在瓜拉利碑 并前往克利弗国小及中华小学的 临时疏散中心探访灾离 文告说 苏丹阿多拉陛下随后也悬世 文德甲国中及淡马鲁市议会礼堂的 临时疏散中心 爱命如子的国家元首是在昨天 从国家网工出发 随后一连多天在国家元首后的 东姑阿兹萨阿米纳的陪同下 走访彭亨多个地区 探访灾离 首站就前往灾情最严重的马兰 为了进入灾区 国家元首甚至亲自驾驶四轮气动车 勇闯东海岸大道积水的路段 竟显陛下爱民如子之心 政府推出SAFE 2.0计划 凡在今年内购买本地制造的四星 或五星的节能空调机或冰柜 可获得两百令吉的折扣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拿督山苏安努瓦 今天在其部门推荐这项计划时说 这是该部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之下 拨出三千万令吉的计划 他说这项计划只限在今年内 或者是故打结束为止 是何者为先 他说在这项SAFE 2.0计划中 民众将可获得两百令吉折扣券 购买节能空调机或冰柜 这项计划适用于东西马及纳敏的居民 他说成功申请SAFE 2.0计划的民众 就可以获得两百令吉折扣券 用户可以透过两种方式领取回扣 第一是带着最新的电费单 到已经向SAFE 2.0登记的电器店或者超市 购买节能空调机或冰柜 二则是透过网购并得到回扣 他说申请者必须是大马公民 必须是国能、沙巴电力有限公司 沙拉院能源有限公司 独立电源供应商的电供用户 同时限于购买四或五颗新的空调机或冰柜 山苏安努亚说 一个电费账单户口只能够获得一次两百令吉的折扣券 他预计有15万用户在这一项计划之下收费 有关的优惠折扣 详情可浏览www.safeenergy.gov.my 被问到租户可否享有这项优惠时 山苏安努亚说 只要屋主可核实资料 租户也可以参与这项优惠计划 购买空调机或冰柜 最后看到沙拉越大学宣布 只允许大学最后一年的学生 最早从3月1号开始回到校园继续上课 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冠病管理委员会 发文告表示 只有研究生及沙拉越本地学子 被允许返回学校上课 符合条件的学子 可以通过沙拉网站申请归校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学子 他们受助于网课方式继续上课 与此同时来自西马、沙巴与纳敏的学生 必须先行在隔离中心隔离 及进行检测后才能返回学校 这是校方经过各种考量后而做出的决定 文告表示 沙拉大将采取最佳的措施 维持去确保校园的安全及舒适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一斌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